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发高烧 39度8 好吓人吗 疼发炎了 对了 做盒专杯 我也不知道 绿色健康正能量 绿色健康正能量 今天早上7点钟我睡着了 他把我们砰砰砰 砰砰砰把我敲醒 他说杰森 他说成立赶 成立发烧了 你那个退烧贴在哪 杰森快快把退烧贴给我 他把我叫醒 你就不要找一个那个退烧贴 因为成立昨天发烧了 把我门都快敲坏了 门都给我敲烂了快 我都睡着了 把我敲醒 我真的生气了 我就摆在那 那么明显 他还在敲我的门 没事 他脸干嘛那么大声 不知道每天都在哈哈大笑 我家本来 我家本来就是还挺隔音的 现在都是 他们分贝太大了 可以摸摸 我好想玩这一套 然后在我面前接吻 这对吗 家人 这对吗 这不对 还接吻 在我面前接吻 就是杀人诸心 这还是 要慢慢教这个东西 我以后 我以后有对象的话 我以后有对象的话 我再给我对象拍近一点 就是不近的不发 咱就是宁缺无暖 拍近一点 不知道乐客 你知不知道 你以前拍的跟他可像的 我这不是就在延续这种风格吗 刘宋很适合玉的视频 刘宋不适合玉的视频 他真的适合那种傻大个儿 那种憨憨的视频 干嘛呀 别在那乱叫 觉得那个男模专业 就摆个臭脸在那儿行呢 我说你打扮得也太过了吧 我说你打个底就行呢 我说你打个底就行呢 你还要画眼影 画腮红 还要画卧彩 把这鱼肉拍下来 你别说 哪一幕我来了哪一幕 这样你记者出击 哎呀不行不行 家人们家人们不行 这个我这个拍不了拍不了 待会给我封了 他俩封了他俩封了真的 这种东西就在粉丝群看一下就行了 他憋 没事我们就那样子 快拿个单 你觉得不行 天天气冷 感冒 什么 没事 别开空调了你们还开空调 每天进来就像冰窖有你们房子 房间 我们两个人睡你一个人睡 有可能夜晚 有可能夜晚是陈琳的专属歌曲 看看陈律 说有可能夜晚 我会绑架 家人们我会绑架 我先眨下眼 又来了 陈律 那个陈律 你们把床带拿去洗了呀 那床带上全上的汗味 我这床带给他们要一下那个费 要一下那个开张费了 不然的话很不吉利 真的不然的话可不吉利 咱得就是控制一下 还有其他味道 就是你们晒干给我们 我感觉他感冒生病 就是因为你这个床带没有晒干净给我们 那你怎么没生病啊 就他一个人生病了 我有颗生病了 我冥历好了 他生病什么原因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 你那时候好说话态度吗 我的意思是 还想不想有我帮你 我的意思是你没照顾好他 晚上没帮他盖好被子 我的意思是 真的好的时候 我现在最好的时候 就是你肯定没有帮他盖好被子 才会感冒 Kiss穿的 就是说 情侣 情侣就是去别人 去朋友家做客的话 最好不要睡一间房间 要是如果睡一间房间的话 得塞红包 得给主人发红包 得在床底下塞红包 每天 要是他们如果开一次发一次 他只够 成流只够发一次 就够发88块钱 他只够发88块钱 发一次 但我感觉还不够 我感觉不够 你看成流每天 那个虚虚弱的样子 怎么可能 他每天就虚得很 每天都有我的舞台 我们去 帮我 你好 你又不愿意帮我 谢谢 帮你来帮我 谢谢我全世界最好的 慢慢谢谢我 帮我 谢谢我第一条时间 有两只狗 有两只狗在叫 对不起 有两只狗在发情 年轻人 现在年轻气盛 小飞 现在就是 他现在是精力旺盛的年纪 因为小飞他是02的嘛 他精力旺盛的年纪 难免 在所难免 就是苦得成绿了 挺苦的 还有好吗 还有几块 还有四块 但是你一称还是要教育他 就是你一称 再亲一个你们 你再亲一个 再亲一下你们的 亲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